在5月6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记者提问 德国外交部长上周末表示 他不排除德国海军护卫舰 从明天开始穿越台湾海峡 对此外交发言人回应 我要强调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希望与外国家多做有利于和平、稳定、繁荣的事 共同维护地区发展 不要挑衅滋事 不要给台海和平、稳定制造麻烦 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后续德国外长不但没有收敛 反而开始越发口不择言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5月5日消息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对外宣称 德国已经全面调整了对华战略方针 不寻求对华脱钩 但我们不希望重蹈覆辙 这里德国外长提到的重蹈覆辙 是指德国对于俄罗斯能源的过度依赖 其中包括天然气 石油进口 简单来说 德国外长的意思就是担心德国会像依赖俄罗斯一样 对中国商品产生依赖 所以打算采取措施 只不过这种担心是多余且无用的 而为了应对这种担心 贝尔伯克声称 将寻求与澳大利亚直接进行关键矿产贸易 理由是 你来自澳大利亚 然后在中国进行加工 最后转卖到德国 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 例如当下俄乌冲突爆发 德国全面切断进口俄罗斯能源 但是大量的石油出口到印度 加工成石油制品 或者直接导手 再次流入欧洲 所以理论上 欧洲并没有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 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 出现了第三方罢了 据俄罗斯总统网站 2023年6月16日消息 关于依赖中国这件事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 我听到有俄罗斯离不开中国的言论 你们欧元去国家没有吗 你们其实早已开始依赖 似乎还乐在其中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来 德国口中的对华依赖 其实就是一个借口 一个试图展开对华制裁的借口 说得直白一些 如果德国没有变相介入俄乌冲突 没有附和美国的全面制裁 会遭到反噬吗 或者说 德国当下的态度 是否说明 在未来德国计划 同中国进行全面的贸易切割 其实将从明天开始 穿越台湾海峡 和防止对华依赖 放在一起 就能很清楚 看到德国的小心思 一边挑衅中国 试图破坏中国主权完整 一边宣扬 自己是受害者 担心未来会受到伤害 所以采取针对制裁等手段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德国确实是在重蹈覆辙 其选择加入美国为主的西方集团 以各种各样的名义 打压 制裁 限制中国 俄罗斯 企图营造一个 以西方为中心的轴心国世界 俄罗斯采取硬碰硬的方式 将这一问题直接摆上桌面 提前暴露在民众眼前 西方试图压制其他国家的发展 以保证自身 即便不努力 也能处于优势地位 这是一种错误的发展思路 也是违背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错误决定 感谢观看